一带一路系列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1906年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帮助非洲开通了28条铁路 共计7990公里 总投资5600亿人民币 中国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 只是为了帮别人修铁路吗 修那么多铁路是因为中国的基建实在是太强了 截止2019年12月 中国隧道总长度3203千米 桥梁总长度13278千米 高铁25134千米 地铁5013公里 港口吞堵量4023万箱 均排名世界第一且远超第二 但强到一定地步就会出问题 2012年中国粗钢产能是10亿吨 如果全部拿去修高铁 能修约33万公里 相当于把全中国所有铁路修三遍 但是当时中国对钢的需求是多少呢 7.2亿吨 利用率只有72% 如果按照世界公认的标准 当一个产业的产能低于750% 就属于严重的产能过剩 2012年中中国39个行业中 有21个都属于严重的产能过剩 中国过剩的产能 如果有人正好需要就好了 越南说我要 根据越南工业贸易部预测 他们的钢铁需求量 2020年会达到3000万吨 而且年均增长幅度大约为10% 印度说我也要 印度现在仍有25%的无电人口 印度的电力状况 是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缩影 目前第三世界整体上 大约有高达13亿的无电人口 非洲老铁也需要 非洲进出口银行的数据显示 目前在非洲33%的农村人口 能够享受运输或交通 只有5%的农业用地得到了灌溉 只有40%的民众可以用上电 这些需求都正好可以让我们 过剩的产能得到释放 同时还能创造相当多的基建岗位 美国的研究表明 每1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投资 将带来13000至22000个就业岗位 而仅仅是非洲 每年的基建需求缺口就高达1000亿美元 这代表着可以为中国和非洲 带来200万个工作岗位 但是我们给发展中国家建这些 他们没有钱付款怎么办 没事我们不着急 中国可以先借钱给大家 分成几十年慢慢还 这样一来 中国的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就派上了大用场 一带一路实施之前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 中国每年的投资收益为逆差 也就是对外负债要大于对外投资的收益 比如中国外汇中的61% 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 收益率仅有2.5%左右 但是对外负债中的58% 都是外商直接向中国投资 收益率要高得多 如果中国通过投资基建项目 向发展中国家释放一些优惠贷款 对减小投资收益的逆差很有帮助 当然中国现在最缺的还不是钱 而是资源 据国际能源署测算 早在2010年 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并在2019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净石油进口国 日均进口量1300万桶 幸运的是自2013年起 通过资源换基建的优惠性贷款项目 非洲的石油供应就超过了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25% 解决了部分资源供应问题 可以看到在2017年中国进口最多的矿物燃料原料价值1497.78亿美元 远超每年国内开采量 其次还有机械运输设备 非使用原料等 而且基建通道建设完善后 这些资源还可以更有效地运回国内 比如融欧快铁运输班列 它从波兰第三大城市罗兹奥莱霍夫站出发 金白俄罗斯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新疆后 直达中国的成都清白江集装箱中心站 全长9826公里 运行时间12到14天 并可在1到3天内分拨至全国任何地方 比当前货运班列节省8到10天 比海运节约一个月以上 运输成本仅为空运的1分到1分 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感觉这个政策带来的福祉 已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了 但是还没完 通过基建换取资源 并不是一带一路的终极目的 现在所有人都盯着一个东西 货币 在对外直接投资中 美元依然是全球投资结算 与全球外汇最大储备货币 占全球储备货币60.7% 欧元占24.2% 日元加元英镑分别占4% 3.9%和2% 人民币只占2.01% 如果国际使用货币过于单一 就会引发全球性的问题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就是例子 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018年年底 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6万亿美元 如果其中1分用人民币结算 就相当于整个中国外汇储备规模 对人民币地位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 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器协会统计 过去两年里全球范围内人民币付款价值实现两倍的增长 目前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金融机构已经占用人民币向中国付款 从2013年习大大提出一带一路以来 中国已经与136个国家 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5份政府间的合作协议 对接了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 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 蒙古国发展之路 印尼全球海洋支点 菲律宾大建特建计划 能源领域总装机340万千瓦 可满足86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 中欧班列开行1.7万列 到达16个国家的53个城市 在西亚 伊朗和中国的贸易续写芯片 在东非 能源枢纽埃塞俄比亚 莫桑比克规模出具 在中东 埃及经济复苏得到中国支持 随着苏伊士运河的改造 一大批自贸区如雨后春笋 助推当地城镇化进程 在南亚 中国加大对巴基斯坦的原建力度 核电站 电网 交通设施投资巨大 巴基斯坦 九汉 冯甘林 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现在看来 不是为了政治盟友 不是为了面子工程 它不是一句空口号 而是中国一个涉及万亿资金的 涉及非常巧妙的 庞大布局 它让中国用过剩的产能 换回了稀缺的资源 并且把外汇过剩的问题 转化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席果 同样带来的 还有可观的就业机会和政治影响力 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中国想推动的是 包括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 一起构建一个互惠互利的 利益 命运和责任共同体 潜台词是 大家好好合作 好好玩耍 好好过日子 微信关注公众号阿牛独裁 获取完整版文稿 回复关键词 一带一路可收到电子版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 自觉三连 从我做起 坚决杜绝 下次一定 关注阿牛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拜